來看台中有一個四盒的貨幻 對日空19年開始 對中國進口記起 改革該國的投行 定是一五千多元到一萬八千元 為何消費者 直接未出九千代 這貨幻因為簽款 市長的價錢是超過十五億 也要緊以為貨幻做出款式 給他上班 不一樣的貨幻去白色骨六百 這裡全部都給京方扣起來 因為這裡都是安徵破改版的貨幻軟體 正版的牠會要求你取得授權 也就是跟原廠牠們去進行買斷 那破解版的呢 安裝完之後 牠就直接繞過這個輸入序號 取得授權的這個部分 牠就直接可以使用牠的功能 這樣子 正版的貨幻軟體 是點不開的要求 打入註冊的貨幻 也要試用版的上級 也只能用十分鐘而已 稍微軟體有經過註冊 也要破到版的 直接點下去就能輸用 京方今年八月 去查聖盒的主閑頂頂市的人 在中部所經營的市場店面 靠八十台主機 也不過閑環對利空一九年開始 買出去的主機已經超過千多台 除販售多種車機之型號外 所重置清權的導航軟體 產品版本高達六款 估算清權市值 還有一台五千九百九十九 至萬八塊不一樣的價錢買出去 已經賺超過一千一百萬 嚮煩還要再跟京方說 這些機器都是經過合法進口 不知道裡面已經有 中破解版的軟體 那我們這邊所查扣的機台 都是已經有安裝好的軟體 他在這個地方進行販售 或是要幫客戶提供安裝 這本身就是一個非法的行為 有查扣到他破解的軟體的安裝的檔案 警方表示實際適用 雖然跟假班差不多 也不過已經違法簽款 跟聖河的主責 丁丁四的人 以違法度很緩和上班 也提示民主不可以適用 來羅布邊的導航軟體 比較保管業 記者 中學報的